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国老 张国老 李东斌呢 这个就是请院家们自己的竞争上岗 竞争上岗 我明白了 他的意思是说七位专家加上主持人一共八仙 八仙费 好好好 我们要更加地努力 对得起您所称谓的这个仙字 是不是 带来的是一件书画作品 一件普华的那个学者三岁 我一直喜欢那个收藏那个古字画 也差不多二十年了吧 因为就现在我们看到呢 当代这个虚化这个市场 就特别是就是偏卖市场 很多新的当代的就是配了上千万 或者是上亿 就是这样 我觉得老字画的它的价位 就是没有得到现在市场上的认可 所以我来的就是古字画 老字画拉喊 所以今天拿来这幅普华的书画 也带来您自己的观点和问题 我们大家共同来剖析和解答一下 好 来 邀请 我觉得这幅画中啊 我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它的大篇的题字 以往很多的普华的画 没有这么多的题字 诗与画相合 这是咱们中国文人绘画 很重要的一个题材 一种表现手段 那如果你说它是真品 我们从鉴定中怎么找它的问题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你看 它善于用诗笔做画 但是呢 点点胶末 却把这幅画提得非常有神 那么这种胶和诗的对比 正是普华这幅画的亮点 你看 它的画是雪景 让人感觉到一种冷气和一种消然的景色 你看山头的几笔 就可以表达了它的功力 那么这么多的柳 柳树是最难画的 而它画的呢 又是冬天的柳树 那么柳树的干 柳树的叶 柳树的枝 已经美极了 这幅画 我觉得是一幅 普华的真品 而且是一幅 普华的精品之作 当然 要登上第一个珍宝台 好 谢谢 恭喜 将藏品放在一号珍宝台 在我们大家共同的掌声当中 一号吃宝人把自己的藏品放在了珍宝台上 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这位吃宝人来的时候 你也提出这样一个疑惑 就是为什么这些好的老东西 往往卖不过新的东西 真正好的东西是不会被埋没的 这种市场上的不平衡 恐怕永远是会存在的 不平衡是相对的 根据你的审美的深入发展 理念的进步 还有市场的变化 总有不平衡 打破以后 再有新的不平衡 那就要考验我们每个收藏者的智慧了 在收藏面前 就是一个智慧的游戏 我应该讲 我们华语之门 从普华 非常有缘 非常幸运 普华的作品 来到我们华语之门 已经不止一幅两幅的 每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激动 所以我讲 看那一幅好画 就是独你千遍 不厌倦 看你的感觉 像枝音 因为普华的话 真的是与众不同 不但与他的身世 是这样 他的作品 出现在艺术品市场 也是这样 完全是一种 大器晚成的一种状态 普华实际上 他个人的艺术 并不大器晚成 他像这件作品 中年时期画的 就已经画得非常好 现在你看 他已经去世了 一百多年了 一百零一年了 那么他出现在 艺术品市场的作品 价格才真正开始回归了 像现在这样 普华这样的作品 三水画 每瓶子到七到八万 这个价位 像这件作品有五平方尺 我觉得如果在市场上拍卖的话 理想的价格应该是 三十八万 所以我建议您 还是坚持自己 坚持自己的热爱 好 谢谢 好不好 好 让我们共同点亮 第一盏珍宝灯 一号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普华雪景图 市场估价三十八万元 场上点亮了第一盏珍宝灯 朋友们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了一位藏友 把自己的画作放在珍宝台上 来 抓紧 有请下一位 大家晚上好 那大家觉得他有没有长得像个电影演员 好像像海青 谁啊 我是他表妹 不知道 真的呀 真的 请问海青姓什么呢 不知道 好吧 我们总是在讲呢 说看一件藏品 尤其是古代的 其实它的盒子也是它的一部分 如果是原装的 从盒子上也能够透出很多时代的气息 那么它是什么时候 什么人用过呢 就会给我们带来遐想 盒子 盒子是分开的 然后我就把它装一起了 好吧 原来是后来的一次偶然的 这个配对对吧 它的鉴定结果却需要专家 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 来 留心 你好 这位藏友 我问一下这两件藏品是您自己的吗 不是 是朋友委托我来做的 玉葱这个是10万块钱购买的 收的 然后这边这个应该是4万块钱左右买的 你刚才说这叫玉葱是吧 那么这个玉葱的样式啊 是一个比较老的样式 比如说从新时代晚期一直到商周 都是这个玉葱的样式 但是你看着上面这个文式了吗 这个文式啊是比较晚的 就是说到了战国或者汉代时候才出现这个文式 所以呢这个玉葱的样式跟这个文式啊不是一个时代的 就像关公战秦琼一样 这件像古代的印章一样 这是寿山石的 也是现在做的只不过上面做了做旧 那么这两件东西呢都是新的 放在这盒子里使我想起一个成语故事叫做买毒还猪 说这个盒子的价值啊比这俩还要高 真的吗 人家把盒子留下来把猪子还还给你 把盒子留下来吧 好谢谢你的参与 正因为不懂所以呢我们都抱着很大的希望来参加鉴定 但是呢来鉴定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好心态 毕竟我们经过这次呢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 那么下次啊成功的概率可能会高一点 好的来也请下一位 咱们两位是一起来的吗 不是的 哦怎么回事呢 我是荷兰信仰这边的 你呢 我是荷兰藏上来的 我这次来就是要给他PK一下 我感觉到我这个歌幼双龙细珠的品比他这个好 你那个不行 要登上这个珍宝台 那我们先听你 我这个是童子粉彩 你那个才 并不一定那个彩料好看就贵啊 那个宋代的乳菌关歌钉都是单色幼的 那是宋代的 是吧 好能感觉到 我这个清晴您的比你早 又彩比你高雅 贵气 你告诉我 你的藏品是从哪买来的吗 我这个流泉有序 怎么讲呢 来自国云的商店 也就文物商店 交流来的 对交流来的 所以从渠道上来讲呢 这个来源相对是比较可靠的 对对对 那你的呢 我这是一个朋友 在他手里面买的 那你这个朋友 这个来源到底可不可靠 他买到的真品概率有多高 你先告诉我 我那个朋友也是开股玩店的吧 有这个就有点不靠谱了 对不对 我这是一堆 下面还有的 还有一些 像这种我家里有两个 你家里像这个还有两个 对 那你没抱过来 我们也看不到 来 咱们抱一个公平的心态 来 开放性地看看这个答案怎么样 来 小心地抱和藏品 走向江家祺 来 小心地抱和藏品 走向江家祺 来 你看一对了啊 看来还真是清商情对的啊 一对一对 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你看一对一对一对不是一对 二位是在海选现场认的吧 对 是的 他说他的好 我说我的好嘛 胜负未定 然后在这儿 要表一下一个胜负来了 一决高下 珍宝台非我不送 我这儿有信心 一定要上珍宝台 好 看徐老师的了 那我先点评一下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这种名称叫什么 歌幼桑龙细珠 它叫歌幼铁锈花双龙细珠 或者是歌幼铁锈花堆树 歌幼本身烧出来 它也不容易 而且金丝体现的开片 让它更觉得 非常的一种自然的美 我这个开片很自韵很好的 我这个是 在拍照的时候 在拍照的时候 好多人都上去摸我的这个 而且呢 那我们还要说下去 你看这个龙是突出来的 它是一种堆树 有立体的那种雕件在里面 而且这两条龙啊 刻画得栩栩如生 并且呢 这地方还有一个仙鹤 闲着一坨书 大家给看上去啊 就有一种赏心悦魔的那种感觉 主要说我想插一句 至于龙文啊 龙的图案 形成于宋代在我国 它是三庭九世之所有 所以呢 景泽正的那个工匠啊 它都是按照了书本上来制造的 龙文我们早就有了 你知道别的不说啊 你刚刚说宋代 唐代就有龙了 唐代就有 对不对 理论形成于宋代 红杉文化就有龙了 那是没有形成体系 从你这个鉴定来看啊 这对东西应该是真的 而且是什么 清中晚期的 一对歌又铁修花龙文品 非常好 谢谢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种东西啊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什么 护理堂皇 绘画的花花绿绿 很好看 上面一边是画的人物 一边呢 是画的凤凰 龙在上 凤在下 但是你这个上面呢 也同样有堆数 一边堆着 我们的太师少师 作为他的耳 另外呢 堆着 爬着四条吃龙 这种东西啊 在清晚期的时候呢 就叫什么 架状品 量非常大 你这一堆 架状品 不同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一般的 都是白地坟柴 你这个是什么 红地坟柴 这不是不同的 这也是它的 高贵的地方 另外一个呢 开光里面啊 画凤凰的 是黄地坟柴 这边呢 满宫的绘画人物 就这么多的人物 他的这种艺术表现价值啊 也是非常高的 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啊 铜光石漆啊 这种刀瓜脸啊 就是它的一个时代特点 所以这件东西呢 也是真品 如果是一对的话呢 更是一对难能可贵的真品 你知道 石器在品种相同 特征相似的情况下 大的一般都要比 小的要贵得多 但是我这个也很稀有啊 你看 他这对湖南朋友的 架状品啊 你看它是 红地的风产 非常少的 从艺术的角度 和现在的经济价值来说 这一对 要比你这个高得多 而且第二个珍宝台啊 就是他这一对的 寄生鱼与合成量 好坏是比出来的 因为有了好一点的 才能比出差一点的 您这个价钱呢 也不低 我们估价呢 是六到八万块钱 好 谢谢 谢谢 结果 意料之外吧 对 这次要是不就是碰到 这一对比我大爷的品的话 我肯定可以 站上珍宝台的 现在要恭喜湖南的朋友 把这对啊 放到第二个珍宝台上 恭喜将产品 放在二号珍宝台 你说游戏在海选当中 有那么那么多的人 都抱着大大小小的藏品 大家都希望登上珍宝台 是吧 但是最后能上呢 去之可数 所以能走到这一步呢 我们也大家会为你们感到高兴 并真心地恭喜 对不对 大家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这一对 当时是交流 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保密好了 还保密上了珍宝台了 不需要保密了 来吧 十多万一点 十多万 好 来 现在看一看 这一对的珍宝价值如何 我们给出地形完整 色彩很鲜艳 装饰性和陈设性都很强 我们给出的参考价是十万块钱 跟你那个差不多 因为这个股丸呢 在市场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也可能你下次转让给别人 那个人经济条件好 你可能卖得高得多得多 我们给的价就是能够市场 好流通的价钱 我们在这儿要恭喜你 放在珍宝台上 也希望你们的爱情 能够天天美美 让我们共同点亮 第二盏珍宝灯 二号珍宝台 是由湖南藏友带来的 新晚期粉彩人物 价装品 市场中价十万元 观众朋友大家好 就像我基本上天天都看华一只门 看那个五零通 第一次看见你 第一次看见我 你好 欢迎你 你比电视更漂亮 太漂亮了 谢谢 您说这个我觉得很开心 今天我看到我们这位藏友 带来一件藏品 放在这儿的时候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你没有发现吗 我们观众 大家看到它 不会说 没有这个表情 多可爱的小顶 是一种这样的感觉 现在就流行的词 是不是很萌呢 我就不懂 小孩生病 我就说拿着华一只门 就看能不能把它卖掉 卖掉就说 小孩现在在北京 小孩在北京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贵州 我从贵阳来的 为什么相隔那么遥远 孩子在北京 她等于是她母亲在北京 身体不好 她又生病 我就说 看看能不能卖钱 卖钱 就拿给孩子 调养调养吧 作为父亲也没有什么 对 其实能感觉到 父亲这个时候 眼眶里面 已经微微湿润了 你说爱孩子 是父母的天性 和孩子离得那么远 上一次见到他 和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有两个多夜了 那其实每天都想见到孩子 也希望他今天看看 那其实我们真的希望这件藏颈呢 能够马上就能帮助到孩子 帮他健康的成长 对不对 来 捧着自己的藏颈 也捧着一颗 父亲的爱子之心 来让专家鉴定一下 好不好 谢谢 来 想问一下这个爸爸 现在孩子生病 需要多少钱 大概有没有一个数量 反正就是肺炎 肺炎 急性的吗 急性的 急性的 有那确实挺急的 这个事 这个东西啊 从外表形式上看啊 就跟商代的那个方顶啊 是非常相似的 前面 后面 左边 右边 都是那个寿面门 也有叫它韬铁文 显得呀 很有点味道 但是这个东西 仔细看 它是分柱出来的 然后这个地方啊 有一道裂 裂是什么呀 它是四块焊接起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民国时期的 也算是个老物件 而且呢 造型啊 是比较精美的 至于说你想价值 问一下多少的话 请对面估价老师啊 跟你说一说 好 谢谢 这个格调呢 相对的比较高 是文房的博古炉 你现在需要用多少钱 去帮你孩子呢 一万都行 反正能卖就行了 你的心理价位呢 还是蛮保守的 这种方形的顶呢 相对的铸造方法呢 它就比较难一点 那么我们对你的估价呢 寄托了一份希望 寄托了你的一份希望 人民币两万元 希望能够帮助你 好 谢谢 好 希望孩子早日疼苦 好 谢谢啊 人们都说血浓于水啊 我想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啊 痛在他身啊 更重要的是 父亲和母亲 死守偶的心更痛 恨不得替孩子来受累 其实我们都希望 孩子能够健康 我想父母对孩子如此之爱 孩子也要能够感受到 并且在父母年老的时候 同样的或者加倍的回报这份爱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阵容真强大啊 刚说发现过 哎 这叫没有七仙女啊 开个玩笑啊 因为他们的确实 站在这里会有一种威慑力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就是他们的从北京来 海选第一天就来了 那个阵势强大到 让我们专家必须得认真地看 带来了两大箱子的藏品 结果没一件对的 于是连夜就杀回北京去了 哎 我们想着他不会再来了 正在感叹之间第二天 忽然又出现在郑州了 几点到了北京 晚上十一点多回到北京 几点出发了 十一点半左右吧 十一点半个小时又出发了 就带来了多少件 六件 请问您的这个重量级别 是属于哪一级 二百多斤 二百多少 二百六 二百六 那你这个宝贝是你自己的吗 对 传下来的 传下来的 对 你的呢 这个叫什么 玉月 玉月 对 这是一个朋友送的 朋友送的 对 你这个 对 我这是家里头花二十万买的 来让专家看看好不好 来 这六位朋友啊 拿的这些东西确实很震撼 有很多东西都是我第一次看到 可以说是重器 大概这样的预期啊 也只有你们才能抱着动拿上来 如果他们都倒带的话 不得了 应该是无价之宝 都不能说国宝了 如果你拥有这样的宝贝 那你的身份可就高了 就不得了了 那不光是高富帅了 那都是顶级的收藏家了 别这么夸我们嘛 我都出汗了 出汗了 这个呢 是红山文化的玉珠龙 第二件呢 叫玉碧 原形中间有孔的 这叫玉碧 那么这一件呢 是像古代的玉寿的样子 那这个像什么 刚才谁说玉岳来着 你说玉岳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你拿的 是应该那位胖敦敦的朋友拿的 因为他一拿就像什么 像鲁智深 鲁智深嘛 这很像蝉杖 很帅 倒不像玉岳 那么这个呢 这个玉寿 啪的玉寿 还有这一柄件 上方宝件 上面有一些古代的这个叫吃龙 浮在上面 但是还是要告诉你们 这六件东西啊 都是防古工艺品 不可能 这些东西我给它分作两类 你们看一看啊 这边三件 应该说是在古代元气的基础上 给它放大的 比如说那个猪龙 那个猪龙元气没有那么大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那么大 那么这边这三件啊 应该说是杜撰出来的 它们有一些古代的文士 比如像有吃龙啊 寿面啊 等等的 但是只是加进去一些古代的文士的元素 气形是杜撰出来的 实际上现在的人在收藏古域上有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是什么 就是喜欢大而美的东西 像这些大而美的东西在古代是不存在的 古人做的玉器越久远越小 成片状 它是佩戴在身上的 试问那么大的东西 古人如何佩戴在身上 是不可能的 很遗憾的朋友们 给你们说一声对不住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六件东西呢 都是玉做的 都是真正的玉 从这一点上说呢 你们是没买错 只不过买到的是现代的工艺品 所以我想你们在以后 如果喜欢玉 在收藏的玉 在收藏玉的过程中 要认真地学习 先学习 然后再下手买东西 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呢 我热 热 你告诉我有没有把它当成主业的这个想法 没有 没有啊 对 来这里面有没有谁不服气的来说说一下 来 大哥 我服了 好吧 都同意吗 同意 同意啊 有请下一位吃饭人 大家好 各位专家好 主持人好 听说成功老师又漂亮又聪明 我今天拿着藏品想考考你 哎呦 你看看您不需要壮胆的 您现在来考我了 谁帮我壮壮胆 哈哈哈 我现在最害怕谁来考我了 你考我来吧 我试试看 我不一定行哦 成功老师猜猜我这是什么 我可以给你 盒子 不对 我可以给你提示一下 他是印度人 主机是印度人 第二个就是大寺院里都供着他的 啊 佛祖 对吧 什么佛 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 哎 哦 猜对了对吧 对 那么这个释迦摩尼的女人是什么缘分 我老公喜欢搞收藏 我老公经常就是自己收藏吧 还帮别人看 他已经帮别人看了 说明他其实是一个专家呀 不知道 我不相信他的眼光呀 他在我们呢 挺有名气的 别人都称赞他 我现在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实际上他就是来考我们的 他也很有自信 来 咱俩看一下 请老师看一下 王老师小心接招了 是吧 嗯 你看来不太相信你老公的眼力啊 我也不知道 我老公反正有时候半夜 别人打电话 他都帮别人看货去了 是吧 是有点招模一样 会不会中了别人的圈套啊 半夜出去让人给懵了 不知道 人都说灯下不看吧 晚上就不再看呢 对 所以你拿这个来啊 也许啊 对他也是一个打击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 那你抽冷的给他 底下使了个瓣 这等于 哈哈 不过你这个东西 还是可以的 这个造型啊 很有特点 明代晚期啊 这个世家的这个脸型啊 跟过去啊变化了 过去啊比较长 相对来讲啊 头啊和身的比例啊 比较大 而到了明代晚期呢 他已经比较均衡起来了 就头上这个脸部啊 造型啊 是最有特点的 像一个小孩的胖脸 而且呢 胖的连这个双下巴啊 都出来了 所以呢 一般的渐渐行里啊 管他叫什么呢 娃娃脸 这是明代晚期 世家像啊 很有特点的一个东西 而且他整个的 你看这衣服啊 这个皱纸啊 这个条纹呢 都是啊 比较啊 简单 比较简约的 而且年头呢 比较早 是明代晚期的 这个一个世家模拟 成道像 你想不想上珍宝台啊 想 哈哈 那就抱着他 到第三个珍宝台上 谢谢 恭喜将产品放在3号珍宝台 其实呢 他说别人说他老公眼光好 我们大家发现 他们家谁眼光最好啊 他眼光好 就他看出来 他老公是个大宝贝 对不对 火眼金睛嘛 对不对 是吧 高老师 徐宝仁问一下你 这是你老公收藏吗 原来不支持啊 现在 有点支持吧 改变想法了是不是啊 因为 每次出去 别人都说你老公很能干 你非常的自信 对吧 其实这样的造像呢 在最近3到5年的市场的行情之内呢 它一直都徘徊在3456万这个区间 那么这尊造像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刚才王老师讲的 它的娃娃脸 对你的这尊世家牟尼造像呢 做出的估价是8到10万人民币 恭喜你 所以你看啊 我们经常说要共佛 并且要心中有佛 那么这次你要向老公赔礼道歉 因为你说我偷偷地把它拿了出来 回去呢 把它捧回去 还要带上一瓶好酒 对不对 让我们共同点亮第三盏珍宝灯 三号珍宝牌是由山西藏友带来的 明代世家牟尼同造像 市场估价8至10万元 好 观众朋友 这里是由东风日产贯名播出的 华语之门 场上点亮了第三盏珍宝灯 来 有请下一位池宝人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师好 我来自安徽 安徽哪里的 安徽九华山的 哟 很漂亮的地方啊 这个这两把剑是我 父亲在拆老宅子的时候 拆出来的 可以想象当年什么场景 九华山下 一家农舍 一男一女两位侠客 双剑合璧 后来他们走了 云游四海 把剑放在了墙里 被他的祖像发现了 可能是这样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个剑本身不是这个颜色 我就拿个清洁球给他擦了一下 清洁球啊 对对对 但是我发现上面好像还有一点玄机 对不对 上面有螺丝的 不过我告诉你 秦汉的时候就有螺丝了 估计大概是清朝的时候差不多 来 让专家鉴定 好 来 双剑合璧 势无可挡 你家拆老宅子 拆出来的 对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今年 就是今年 那这个今年的话 这个老宅子老到什么程度 大概80多年了 80多年了 这个剑上原来有字 你给擦掉了 我给它擦掉了 这把还没擦掉 那个黑颜色还没擦掉 是吧 你知道吗 我们曾经有一次珍宝台上一件藏品 就是因为擦过了之后擦掉了30万 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 不知道你把字就给擦掉 这有点内藏玄机 这里边藏着什么秘密 知道吗 不知道 我给你提一个参考意见 第一个 这个剑 这个背 这个剑瓣底下 这是螺丝 这个螺丝起一个什么作用 固定这个剑瓣的作用 这一类的剑呢 不是真正的过去那个老剑 而是什么 现在以来 练身体那个剑的制作方法 包括现在 第二个 你这个上面虽然有三个字 好像是青龙剑 对吧 对 听他们说是的 是的 而这种啊 这个客的这个名字的剑坦率说也不少 不少 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 应该说年头啊 不是太远 特别是最重要的这一点 就是上面啊 有一个电镀层 这就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技术 关键它是青铜的吗 这是一个钢界 有个一二十年 只是呢 不要说它太老了 东西呢 也可以继续收藏 健身都可以 谢谢你来参加节目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这个呢 看起来不像是从墙里面出来的 对吧 那买的 家里这个一直有的 一直有的 对 做什么用呢 装米的 装米啊 以前我爸家里的没有这个容器 花了一块钱买回来的 一块钱买回来的 对对对 什么时候还一块钱就能买 扣斯就立斯新的时候 哎呦喂 好多年了 对 但是你知道它是 它正巴紧应该是做什么用的 不知道 不知道 给大家演示一下 咱们拿个键 镜头 我如果能投的进去 你就要写手 副手诗 啊 我投进去了 文人 文人 默克用的 你说 八步出不来诗 最后没办法了 那你喝五杯酒 可以可以 做游戏 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不过真是装什么 是做什么用的 真的假的 假的 假的 大部分人认为是假的 对对对对 你同意吗 我不大同意 哈哈哈 来 鉴定鉴定啊 好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 啊 我爸啊 我找我爸要的唯一一个东西 就觉得他可能是个宝贝 对对对 哎 王老师啊 你看见他的小眼睛没有 嗯 笑的时候啊 有一股狡猾狡猾的表情 狡猾 也可以称之为智慧 就永远认为他是对的 因为为什么啊 他别的结婚的时候 别的都没要 就要了这个东西 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 这个原来你在家里的时候啊 都是装油装米用是吧 但是你看到你这个底下 有一条很对穿的线 这个如果要装油的话 它可能会剩哦 但这种东西啊 装别的啊 我感觉还是蛮好的 装什么呢 王老师你知道装什么吗 是不是装蒜呢 你知道我们上海博物馆 那个香港的一个有名的张女士 捐赠的雍正粉彩橄榄瓶 那4000多万啊港币 原来在老外那边啊 你知道他做什么用啊 做的台灯 心亏底下没打洞 要一打洞的话 可能400万港币都不值了 你这个是什么呢 割药铁锈花加粉彩 上面画的也是一个凤凰和双齐牡丹 这个双齐牡丹啊 我们是清代啊 常常用的 到了晚清的时候啊 这个双齐牡丹啊 就画的呢 就一团一团的了 没有康熙的那种 就像两个鸡脚一样 那种活泼了 但你这件东西啊 是真的 虽然下面有陈化年造 这个客款 但是是一种清代晚期的一种委托款 可惜的是什么呢 你这个一条线啊 太大了 而且绘画的画片呢 也趋于普通 但是同样 流传到现在也不容易 有它的市场的价格 杨老师 你说是不是这一点 虽然您上不了珍宝台 但是保证到今天也是不容易的 您这个东西呢 如果没有那一条问 我们给的价钱可能是五万块钱 有的要问要减掉两万块钱 现在的价钱就是三万块 好 谢谢 谢谢专家 大家好 这边也好 这位专家好 哎 这样的一种造像 看着很奇特对不对 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人物啊 是八香之手 八香之手 铁拐礼 铁拐礼 对 看出来像对不对 哎 那您是做什么的呢 我和八香同事的职业差不多 他有一个葫芦 我有两个牌子 哦 一个是我是治病救人的牌子 还有一个收藏的牌子 我是在就是给患者的治病的过程中 接受了朋友 然后请的 铁拐礼呢 治病救人他也收藏了很多的快乐啊 对对对 但是呢对于我们铁拐礼这位 咱们说他是神仙也好 神医也好啊 咱们说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磕磕都能救人 都能治病 但是呢就有一个千古之迷啊 为什么呢我们都叫铁拐礼呢 它是有一条腿是有残疾的对不对 它的为什么这所有病都能治的药 治不了它的腿呢 现在呢我们带着这件藏品 带着您的一番兴趣和爱好 带着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疑问 对 请专家来解释一下 对 请专家看一下 来 刚才说到那个千古之迷 实际上啊这个按道书的记载啊 这个铁拐礼当年啊 他是用现在网络的话 是高富帅 就是啊 是个伪丈夫 长得非常英俊 那时候啊 他在中南山学道 派上老君 就是老子啊 是他师父 然后呢 把他招到中南山去 他是元神出窍 然后到中南山去 他的徒弟啊 等了好几天 他为了啊 不让这个肉身呢 这个这个出现意外 他把他的肉身给烧了 因为到了一定的天数之后啊 找不到肉身啊 辅上去之后啊 他的元神就会灭掉 这时候呢 他很着急 恰巧呢 有一个饿瓢 就是一个饿死的人 一条腿就是残的 他来不及选择 蹭一下子 人就俯上去了 就是他现在这个模样 这个啊 是在道书中 有名文记载的 实际上也是在说 为什么铁拐里啊 它是个瘸子 而你这尊像啊 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形象啊 很得啊 广大啊 老百姓的喜欢 我判断啊 他很可能是明早期的 最晚也不会啊 晚于明中期 这一点啊 王老师 我是同意你的说法的 因为为什么啊 这种铁拐里 就八仙的那种 造像啊 在瓷器上经常出现 特别是明代晚期 家境万利 但是呢 它那个铁拐里啊 第一个神态 没这么栩栩如生 另外一个呢 它身后的这种飘带 和身上穿的这种东西啊 比它又繁琐了 所以这种造像啊 应该是时代要比 实际上的那个造像要早 这一点是相通的 这个造像本身体现 它实在早的特点是什么 它底下站着这个山子 道教类的这类同造像 在这个中期以后 就很少见到了 而它呢 山子上面除了有岩石之外 还有那个海水 这个啊 意义是跟它这个八仙渡海啊 是多少关联在一起的 所以它这个山子啊 猛一看 就带有一种啊 很浓烈的这种文化气息 第三个 在明代这种传统的造像当中 它是一种啊 做的比较精细 非常生动的这样一尊神像 如果研究明代八仙造型的话 这一尊像 我觉得是很值得 作为啊 原始材料的 嗯 这样说来呢 这件东西自然的 要登上珍宝台 请你把它放上去 恭喜将藏品放在四号珍宝台 来高老师 这顿造像呢 珠造工艺的很繁琐 高度呢 有39厘米 那么年代呢 是明代中早期 这就符合了一个造像的一个 定价的三个基础的标准 道教呢 在当代的这个时期呢 稍微的弱了一点 所以呢 道教的艺术品呢 在艺术品市场上呢 它的价格也没有佛教艺术品的价格 追涨的那么高 如果是佛教造像这么高 它这个表现形式这么反复的话 它的价值可能会在二十万 那么您的这尊呢 道教的八仙人物当中的铁拐里造像呢 我们最终做出的估价是人民币 十五万元 恭喜你 可能平常您在行习之前是不喝酒的 不感觉 但是今天晚上可以喝一杯 让我们共同点亮 第四战珍宝灯 四号珍宝台 是由山东藏友带来的 明代铁拐里头造像 市场估价十五万元 大家好 您是什么 您能告诉我们 猜照是蜜蜜 蜜蜜 对 蜜蜜可能也是我们河南的文化瑰宝 有这个红蜜蜜 绿蜜蜜 黑蜜蜜 白蜜蜜 各有特色 而且在狱中呢 它还有这个材质好坏的区别 您认为您这好不好啊 其中驴舍是最后 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好 这个是七年里的猜照 不过是尽量一样才给它飙足 重量有多少这一块 六七十公斤吧 六七十公斤啊 对 说到蜜蜜呢 给大家普及一下蜜蜜的一些基本知识 蜜蜜的它的矿物成分是石鹰岩 就是从广义上讲 属于东陵石的这样的范围 它的硬度很高 硬度可以达到七度 这个比何田玉还要硬 蜜蜜蜜的最有名的一件作品呢 就是1962年上海玉雕厂 雕的那一件山子 您知道吧 知道 那叫 红旗插上朱姆朗玛峰 那个恐怕现在都成为国宝了 前年上海开示播会的时候 还把那个展览了一下 这一件蜜蜜的雕的山子呢 应该说从工到料还算比较不错的 这种绿色呢它的结晶比较细腻 就是它的颗粒比较均匀 让你看上去呢既有透明感 又有温润感 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那么就这件作品而言呢 它前面比后面好 前面呢比较绿 绿的比较匀称 而且呢裂比较少 整个这个作品的寓意也不错 走马上刃 所以呢这件东西呢 应该说算是蜜蜜里的 这几年的代表作了 咱们请教一下对面的市场专家 看看给它估个价好吧 我觉得前景非常可观 如果能够走出地区 到全国的市场上 国际的市场上 它就会价值会猛争的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内蒙的8010 当时的价位开始开采的时候 也不是很高 我记得一块张学料 就是上千块就可以了 现在都到了几十万 这有待一个时间考验 走到市场上考验 走到全国去考验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信心一定要很大的 我觉得目前呢 它的价格并不是很高 那么它的未来的发展空间 一定是很大的 给你一个摊考价 人民币100万 人们说精美的石头会说话 那么它说的话的声音是不是够大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听到 它那么动听的声音 那么美丽的容貌 当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喜欢它的时候 它已经势不可挡 而且为我们的生活品质 会带来太多的美感 对不对 所以你的这一块呀 非常棒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收藏 有请下一位吃饱人 大家好 您带的是什么场景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应该从为什么出色 麒麟瓜银的 麒麟 麒麟啊 文书是骑麒麟的吗 文书骑狮 骑狮 骑像 我不知道 应该我父亲在四四五 他六十来 所以到现在呢 不太明白了 心里有个疑团 对对对对 来让专家来看一看 到明白这个事 小心一点朋友啊 在专家看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你看它的这个造型呢 文书菩萨的面部 感觉比较像明代的这种造型 但是它所骑的 你看狮子呢 就好像这种 清代的绘画当中的风格 你看狮子的毛 卷毛 对吧 它都是说工作的 卷毛上校 对对 这很有趣 但是好像你这个藏品 曾经要去拍卖吗 还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在这海选嘛 海选以后 她发给上海的一个姑娘吧 发给我一个票 就是说在海选现场的外面 外面 对 就是那个广场 对对 不是在海选现场里面 有一个说是上海的姑娘 给您发了一张什么样的东西 发了一个名片吧 名片 回到家以后啊 都打电话过来了 打电话以后 他说赵先生 我们这会儿有个拍卖会 你就去了呀 去了 叫专家给看一下吧 叫专家给看一下 就他那里的专家 对 他那里专家看了一下以后 就说 你这个东西可不收值钱呢 我说 我就值个三万块钱就可以了 他说不对 他说你值二十万 二十万呀 哦 那是好事啊 它是收费的 怎么收费呢 给你订的越高 它收的越高 哦 什么 照相费 上架费 还有保管费 那要多少钱呢 他给我要五千块钱 哎呦 就什么都没说就五千块钱 对啊 你给了他 我没给 我说我走了 我说我不嘛 他说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还讨价还价呀 对啊 没有回来两千块钱 我说可以 来了 就打东西就撂着呢 两千块钱也给他了 给他了 给他那以后 我再回去吧 我回去以后 我等了整整二十天 打电话来了 你那么着 赵先生你回来 你过来拿吧 我说拿什么 我说没卖海外 他根本就没给你卖 他没卖 他怎么说的呢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这个东西 有点是太贵了 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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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拍了 他没有拍 他就是护了人的 啊 所以你就是两千块钱 打了水漂了 对不对 对绝对打水漂 来回路费还是 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拍卖公司 不都像他说的那样 正规的拍卖公司 有一套程序 不是提前收钱的 对 杨老师 是不是这样 这个 这个常有啊 我给您提点小的经验啊 呃 如果是正规的拍卖公司 往往 不先收土类费 和手术费 对 对 对 有时候呢 他会了 增计更多的东西 承诺 排不成 还不收土类费 对 但是不正规的 这个拍卖公司呢 是急于先收你的土类费 对对对 而且特别热情的给你估价 还要估得很高 对对对 让你满意 实际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挣这个钱 对 还有极个别的更坏 他找拖 准备几个甲国宝 找合作人 就说我呢 有东西 但是我没有这个手续费 如果你能出屠路费的话 那么排出钱了 我们一起分 实际上是跟排卖公司 就个别的排卖公司做的套 完了一件呢 半页是四千 整页是八千 三五件东西 一分钱没赚 就亏了三五万块钱 对对对 所以大家 很多常有要非常注意 要识别正规的和不正规的排卖公司 所以有人说 收藏市场水很深 我认为拍卖市场水很浑 在怀疑之门海选现场之外 所有来向你搭讪的人 您自己要睁大眼睛 用心地去分析 用您的理性去和他交流 来看一看这件产品 咱们现在看看你这件东西 刚刚陈坤呢 也讲了一些 就是说文殊菩萨是骑的狮子 可是你这个东西啊 仔细看下来呢 叫似狮非狮 对吧 上面的这个呢 又不像文殊菩萨 可是呢它又有点观音的味道 为什么 你看见他手里这个没有 净瓶吗 对啊 文殊的手里不会是拿的净瓶 可是呢他那边啊 又拿了一个什么 宝珠 这又是王老师应该是文殊的一种 手拿的宝物的方法吧 这个文殊拿莲花的时候比较多 没错 所以啊 就感觉啊 好像看看都是的 可是仔细看看何才一起呢 又都不是 更奇怪的是什么呢 我们古代的艺术品 绝对不会把款啊 打在动物的后腿上 而且是一个突出来的方章 上面写着大清乾隆年字 这绝对没有这种可能的 另外一种呢 我们从彩的角度来看啊 像这种身上的这个彩啊 红彩啊 是没有的 古代没有这种红彩的我们 这是现代的红彩 所以这样判断下来呢 它应该是一件做的还不错的 什么现代工艺品 好 谢谢你来参与 我在百年之后 它一样是真棒 好 谢谢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郑重地提醒大家 华语之门的海选呢 是为大家提供一个 鉴定的平台服务 但是呢 我们华语之门 在海选的过程当中 没有与任何的商家达成合作 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拍卖公司等等机构 跟你说买卖的有关情况 你一定要认真去分析 去领会 去鉴定了 各位朋友们好 关家好 欢迎 我们这位先生呢 到舞台上这种感觉就是 比较自信的一种状态呈现了 对不对 我来自杭州 杭州 今天我有两件事情 一个事情的 我今天到老家 回老家来看看 老家是哪里的呢 因为我那时间我姓法 我这个家铺里边 写的是祖宗啊 就是河南 河南的 所以我想今天就回老家来看看 今天也是回家了 是啊 第二个事情 我带来一幅路延绍的画 这个画是我五六年之前 经过一个手中介绍以后呢 从路延绍很亲密的 一个小男人那边得到 什么叫很亲密的小男人呢 因为这个小男人呢 只当是路延绍在杭州 曾经有工作的时间 在那个中国美院 当教授的时候 因为他生活在那边的时候 有时候比较有点事 比较家生病啊 什么东西 要上医院看看 那么这个人的这个司机 经常去帮助他呢 可以可以车 哦 所以说我想的 这第二个小呢 为什么我才小呢 因为乐延绍这个 我心目当中太高大 大人物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 一小的子孙 就是相对而言 对啊 但是这个小人物 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是那是 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提供了帮助 对 所以就中了一幅画给他 我是买的 当年我是买的 交换来的 交换来的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刚听了你这番话之后呢 我估计希望它是真的 但是收藏节当中呢 毕竟人说不能听故事 不能听故事 你花了多少钱买它 三十万 三十万啊 三十万故事是不是真的 陆延绍的画作是不是真的 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三嘴画呢 气质非常大 很快 嗯 然后它这个勾立的这个云彩和水呢 我特别喜欢 哈哈 是吧 就喜欢云和水吗 别的不喜欢 那不是的 我刚刚讲了 它的三水画首先大气质 非常好 喜欢它的气势 对 喜欢它的气势 然后它的画的 用墨东西用色的都非常漂亮 都非常好 用墨和用色 都非常好 都非常漂亮 那它的笔墨好不好呢 笔墨当然好了 当然好了 怎么个当然反的 你能告诉我两句 那四点东西 我就不跟百门龙虎来 我不会不会 我是讨教金老师来 我觉得你呢 说的那些话呀 都非常内行 陆延绍呢 我觉得这位画家呀 很不简单的 我觉得有两点 一个呢 是他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 就拜了冯超然 那位老师 是吧 那是很有名的画家 对 冯超然 他就在那时间 打下了非常坚实的 那个古代绘画的基础 我觉得他很重要的 就是他创新了 清晨于来 顺于来 有了他自己的风格了 那么你去选择 陆元少的画的时候 在鉴定上 你有什么诀窍吗 那他谈不上 谈不上 那我告诉你两个地方吧 是吧 我觉得他呀 在使用笔墨的时候 你看他用笔的时候 是湿笔 越画越干 越画越淡 这样的一笔画 从浓到淡 从湿到干 一点一点的能到 从湿到非白 那你看 这条线画出来 颤颤巍巍的那种味道 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谢谢 再一个呢 他勾线的时候 在线与线之间 表现轮廓以内的村坊 并没有多少 这幅画并不像 这个陆元少先生啊 早年或者是中年的作品的形象 而是比较老年的 相对晚一点的 相对晚一点是吧 那么他那些个笔墨的层次 和用笔用墨的方法 在老年中更加炉火纯青 这幅画啊 我鉴定它是真品 应该登上珍宝台 谢谢 请将藏品放在5号珍宝台 谢谢 谢谢 那么这个30万交流来的藏品 在多长时间以前呢 大概有5年多了 5年多了 哇 黄老师 再若有所思了 陆元少的画上 晚晴轩 这三个字 出自哪里的典故 谢谢啊 因为收藏这个画以后呢 总是要去研究它一下的 所以说我就考诊古了 这个唐太师生李桑有所思的 但这个是我背不下来 但是最后一句我是知道的 我把你背 他说人间种这个 种晚晴 对对对 天意莲幽草 人间种晚晴 为什么要用这个晚晴轩 作为画家的栽号呢 因为陆元少实际上 也是跟普华一样 身世也算是比较坎坷 比较挫折的 他一生中很长时间 是不被认可的 到了70岁以后 调到浙江美院才被认可 逐渐被认为 被认为是画的比较出色的 最后变成大名家 因为他晚年受到了尊重 所以他很感念这一段经历 有一种回报之心 那么就把他的画是 取为晚晴轩 实际上他晚年做了很多善事 只要曾经帮他长子 研磨的那些身边的人 或者帮他转个电话 他都会送很多画 有一种回报之心 所以我们现在 再来回顾陆元少 再来看陆元少的画 真的是非常感慨的 前不久是2012年 北京加德拍卖行 拍的陆元少的话 我统计的话 统计了一下 基本上的价位都在 每平方尺 50万到60万这个价位 那么我们这里的价位 相对比较 客观一点 保守一点 我觉得应该给他估个 30万一平方尺 这个价位 比较合理一点 那么这幅画 3平方尺 笔简易概 属于比较精的 我给他估个 90万 让我们共同点亮 第五盏 珍宝灯 五号珍宝台 是由浙江藏友 带来的陆元少山水化 市场度价90万元 看到这件藏品仿佛回到了大唐盛世 长安城内东西两世 非常的热闹繁华 似乎旁边还有酒寺 巧笑的胡姬 喝酒的客人 这是也是一个朋友 我用一套小缝子换了 说得好轻松啊 一套小房子换来的 这个七十个空间的房子 也这些朋友 有十年夜的感情关系了 换了之后 其实比较纠结 房子的市场价值怎么样 房子是这个二三十万 二三十万 现在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呢 现在这个 这些都是三十万出去 三十万出头 也就是说 其实房子这个涨幅 有个生殖空间啊等等 我们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它很透明 但是换了它 那么长 跌 真 假 就不一定了 我发现您好紧张吧 对不对 因为现在汗都已经 留在眼睛里了 好 现在先让专家来看一看 您同时也可以擦一擦 您的额头上的汗水啊 来 这个我们分单峰的驼 和双峰的驼 一般双峰的驼啊 比较少的 其实在这个唐三才 唐代以前啊 北魏那个时候 我们的陶驼啊 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也非常写实的 这个呢 是跟中国的文化 跟波斯文化 或者西域的文化 相交融有关系的 它一迈传承 到了唐代的时候啊 就把这种造像 骆驼啊 马啊 人啊 推到了极致 推到了顶峰 这个时候你看见 这个骆驼啊 它一种真的 失明状态 眼睛呢 这种三角的突出来 而且呢 它的肌肉啊 非常饱满 符合唐代 非常写实的那种做法 可是啊 新的啊 也是这样做 而且做的啊 甚至于比老的更漂亮 这一点啊 我想你心里啊 要有好准备 这个真品的唐山彩骆驼啊 几乎它们都有一个 真品共同的特性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胎啊 非常细腻 而且呢 杂质比较少 刚刚我看了一下 它的气孔呢 非常均匀 第二个呢 就是它这个鱼 非常深层 开片啊 很自然 而且呢很规则 关键是这个包浆 就上面那个皮壳啊 非常的好 非常成熟 而我们现在仿的啊 一块一块 像脱落一样 它呢是应该 轻浮酸啊 做过 而且它那里的开片 有一个什么共性呢 错落有致 有大有小 甚至于有很长的 这个就不正常了 那从这几个方面 来建立真品唐山彩的东西啊 在你这上面 都能得到体现 所以你这件东西啊 是一件非常好的真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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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 所以你那哥们啊 至少啊 他对你也非常好 没有骗你 这就这么漂亮的 这个唐山彩骆驼啊 而且神态也好 右光啊 包括包浆啊 都非常好 最后一个珍宝台 就是它的了 现在你的汗啊 要少了吧 恭喜你 登上最后一个珍宝台 恭喜 恭喜将藏品放在六号珍宝台 恭喜将这件藏品放在了珍宝台上 如果我们说到它的价格因素呢 会受到它造型艺术的影响 比如说它是什么样的姿态 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尺寸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对它的价值也是非常的期待的啊 那么这个三彩呢 动态感比较强 分色呢 也是分出了明显的三色的效果 但是颜色呢 稍微逊色的一点在哪里呢 可能是因为火温的原因 稍稍的有点过 发黑了 那么 池宝人大可不必担心 你的情意得到维护的同时 你的利益也没有受到损伤 三彩呢 并不是一个炒作的品种 它的价钱的起伏呢 并不是很大 所以目前来说呢 我们对这尊 这个骆驼的最终估价呢 还是人民币28到30万元 恭喜你 我们共同点亮第六盏珍宝灯 六号珍宝台 是由河南藏友带来的 唐三彩双风骆驼 市场估价28至30万元 现在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来 有请所有的珍宝台的主人商场 好的 珍宝台的主人都将获得 华语之门的珍宝奖证书 每本证书上都有各类像专家的亲笔签名 大奖的获得者呢 也将会获得华语之门的独有荣誉 那将是由中国鸣谢陶瓷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严福利教授发明的正商词 作为2012韩国粒水世博会全球合作伙伴 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但是呢今天的大奖将会产生在六件当中的哪一件 四号明代铁拐礼同造像 恭喜了 同时严福利先生 请来好